大家好 我是劉晨勳 我的背號是13號 位置是34號 大家好 我是張東平 背號是4號 然後大家的位置是空窗戶外 那兩位應該都有跑到汽車駕照了齁 台灣的路上紅綠燈很多 又常常有機車穿梭在路上 走走停停的 就跟在球場上一樣 如果對手突然衝過來 或者球被搶走時 也要趕緊剎車走完 可能是用腳跟膝蓋嗎 用腳跟膝蓋 所以說你在剎車的時候 你會把力量集中在這兩個地 還有屁股 球場下的冰敷按摩放鬆都要每天常做 然後平常的保養要做得好 然後練習也要特別的小心 我都用德國綠能式機油 它超級適合台灣的交通狀況 使用起來特別的滑順好辣 而且開起來會感覺很輕盈 真的不愧是我們工業管理學系的學生 你對車子可以做出那麼精闢的解釋 路上可能會有滿多車子的那種 大大大的那種聲音 然後都很大聲 所以我也很好奇 就是要怎麼解決比較好 然後後來我們就發現 機油跟車輛的噪音其實也有一點關係 然後德國綠能式機油跟順暢感 車子開起來也更凝靜於沉穩 可以發現引擎聲都會有小聲 去哪裡都被這一段 我也是不求聖節的那種 應該 我如果是我的話 應該是昨天 因為 因為他們那時候雖然在帶熱身 然後我就沒有很喜歡做熱身 然後我就順便做一做 然後就我們在做那個 那個基本動作的時候 就因為擺那個鐵 就是鐵架 然後我要做動作的時候 我就軟腳 然後就中方鐵架 教練有沒有虧 大家都在我們覺得說 欸怎麼這樣 那麼焦軟 有就是 沒有熱身好的時候 去車場上打 會感覺 膝蓋會有一點不舒服 就是這樣 就沒有辦法隨意的煞車 對 我覺得就身體自然嘛 未來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就 每一天每一天 腳踏實體的過就好 嗯 我也覺得就是先把握當下 可以打球的這種機會這樣 然後慢慢的去整定自己 然後可能到真的 大學畢業之後 要到哪裡 還會有教練幫我們安排 所以還是 先到 現在打好就好 好 那除了四年的UBA生涯之外 那也期待你們在未來的職業生涯 能夠有好的發揮 拿好的表現 就像耐高溫 抗磨耗 省油又環保的 德國綠能式機油 是百分之百安全 高效能 絕佳品質的象徵 每位運動員都要好好保養自己 確保運轉壽命長長久久 剩下才可以長長久久 很喜歡 損壁 對 損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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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